有沒有 它是一個偏橘色調的 所以它是專門製痘印跟粉刺的 融光煥發的感覺就是 這一罐真的可以買 燒水腫神器 改褲子神器 Hi It's Moni Welcome back 今天要來和大家分享近期好物分享 然後今天主要的東西呢 會比較偏向彩妝 還有一些日常用品一點 還有一些保養品什麼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 首先第一個 大家應該有發現我今天是沒有上口紅的 就表示說 沒錯 今天要來分享口紅了 今天呢 要跟你們介紹的是這一款 Romand Romand的這一款 比較透明的 然後它的色號是02 我跟你們說自從有了這款之後 我真的就是一直把這個放在我的背包裡 真的 我的背包不會出現其他的口紅 真的就是這一款 而且這一款的價格我記得也蠻便宜的 大概可能300、350就有了 所以真的像是挺便宜的 你們看我用到這邊都已經這麼噁心了 對它應該算是它唯一的缺點 就是你們看它這邊就是會這樣這樣很噁心 不是我不擦 是因為你們看它裡面的管子 其實就是像這樣子 我是擦不到裡面 所以等於說我擦完這邊 蓋起來又髒了 所以不是我不去擦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它的顏色 真的非常好看 有沒有它是一個偏橘色調的 所以其實真的 就是就是說你想要有活力一點的妝也可以畫 你想要比較溫柔啊 比較優雅的妝也可以畫 真的很好看 而且最後就是你們看它又是非常的好暈開 像這樣子 像這樣基本上就好了 就完成了 所以呢這個也是非常適合拿來 拿來補妝啊 就是假設你在外面吃完飯啊 然後想要快速來補個妝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都非常的適合 因為它真的就是你們像我看我 像我剛剛那樣就是 一上上去 然後把它抿開 就好了就上完了 真的是完全零技巧的一支口紅 就是有些可能還要你 上一些怎麼講 有些顏色可能是要有一點漸層 比較好看還是什麼的 但是這一款的話我覺得 真的是你一上上去 立刻真的就是上好了 而且非常自然的一個顏色 你不會覺得 就是有點像是那種心機的妝容 那感覺好像沒有化妝那種感覺 你們懂嗎 就是心機的素顏素顏妝可以用的 就是你們看真的很自然 偏比較橘調的 而且我覺得也不太容易掉色 這是重點真的 它真的沒有到非常容易掉色 但是卻又很好上 我覺得韓國的就是唇妝類的產品 真的大家可以買 然後這一款大家真的一定要買 這顏色真的超級自然的 第二樣的話來和大家分享一個 最近用的我覺得蠻好用的一個 巨痘痘的產品 就是這一罐 是The Ordinary的這一罐 然後上面我有寫字 上面我寫的就是我上網查的 它是專門製痘印跟粉刺的 然後是晚上用的 然後我自己的話我覺得非常有效 雖然你們看我沒有用掉很多 還剩蠻多的 但是我給你們看一下 我自己用真的非常有效 然後我是用在我的胸前 因為我胸前有時候會長一些痘痘粉 閉口粉刺 還有像背啊什麼的都可以用 然後至於適不適合每個人 我覺得你們要去試一下才會知道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也不貴 我記得我在這邊買的話 大概也就500塊有找吧 給你們看一下這個是7月11號 我的皮膚 沒錯這個是7月11的時候 然後這邊就是我的胸前 因為我不方便給大家看 所以呢我就用照片 就是有很多像這樣子小閉口啊小症子 這樣子的 這個是到了8月2號 你們其實就可以看到其實已經有一點點消了 然後它會有一點點像脫皮那樣子的 然後脫完皮了之後 它又是就是一個新的光滑的皮膚了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之後 雖然我沒有拍得很清楚 但是大概是胸口的照片 就是其實就是現在 只是我今天穿的衣服 我沒有辦法給你們看 就是已經完完全全就真的是沒有 沒有任何的怎麼講 像原本那樣這麼多 那些閉口啊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是真的真的很好用 但是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要知道適不適合你自己 你還是得先去買一罐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它的主要成分 就是這一罐的話它是杏仁酸 然後呢它就是比較適合油肌啊 痘痘肌啊這樣子的 然後呢它是用來去黑白頭 然後閉口粉刺 還有疏通毛孔美白提亮 還有就是改善你的粗糙啊什麼的 然後我買了幾罐的話 我覺得這一罐算是蠻好用的 所以和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下一個也算是一個 比較平價的一個保養品 就是這個獨到的精華液 買的是一個提亮的 它有寫一個Tone Up 然後呢這個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 我記得好像才幾百塊台幣而已 三百塊五百塊之類的而已 真的非常的便宜 然後我買的是它的這一罐 其實它的三款我都有買 它的三款好像是什麼 保濕啊提亮 有點忘記另外一個是什麼了 但是反正這一罐我真的已經用完了 還有它的保濕也用完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保濕沒有那麼好用 所以呢我就和你們分享這個 它的提亮 它的提亮真的我真的是去蝦皮 就是一直去看 然後都一直是處於一個賣完的狀態 所以我一直沒有買 應該有說過我只要每次回台灣 我都會和大家買一些那樣子 韓國的保養品 日本的化妝品保養品去試一下 然後再和你們分享 然後呢這個我就想說 這個蠻紅的 獨到的乳液 還有它的化妝水 還有它的精華 有一陣子都蠻紅的 然後我想說 我可以買一下試試看 沒想到真的超級無敵好用 像我之前 有一陣子沒有見到我的房東了 就是大概已經三四個月沒見了 然後就是我在用這一罐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你的臉色看起來變好了欸 然後我想說 嗯我最近也沒有特別早睡啊 也沒有特別吃什麼 像平常一樣 我就想到我就說 欸那他上次見到我之後 我好像就開始用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發現好像 真的是有比較體諒 就是你整個臉就會顯得 就是你自己可能不會有感覺 但是如果是很久沒見到你的人 他可能就會覺得 哇你怎麼有一種 融光煥發的感覺 就是這一罐真的可以買 而且他非常的便宜 你即使是 用完你臉上沒有效果好了 我覺得你都可以去嘗試一下 這個東西 然後再來下一個的話 一樣是一個 韓國的一個 算是一個清潔用品 是一個這個EIIO 我也不知道怎麼唸 然後他的一個 清粉刺的一個鼻 嗯不算是鼻貼 他不是用那種黏的 然後我自己覺得他真的非常好用 他還有出一個是大概小盒子裝的 然後我不太知道他們的差別是什麼 你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蝦皮上面就有在賣了 EIIO的 然後呢他就是用來專門清黑頭的 我自己覺得超級好用 就是你一清完之後是真的有差 他裡面會附一個這個棉棒 黑色的棉棒 所以你一清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就可以看得到 你清出來多少東西 然後這邊有一個頭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欸 這邊有一個小洞洞 就是你可以這樣擠 就像那種 那種擠痘痘的棒一樣 你也可以用那個來擠 因為我自己覺得他這個是沒有很好用 因為畢竟他中間是一個塑膠管子的 他裡面的話是會像這樣子 就是他有一張 然後呢他第一個部分 這個步驟是 都是浮在這邊 就是他先讓你的那個 痘痘粉刺什麼的出來 出來之後 大概貼個15分鐘左右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棒 或是你可以用 自己的痘痘的那個 擠痘痘的棒 或是用手啊 或是用有一種 吸痘痘的那種擠起吧 真的就會變得非常好弄 你幾乎是這樣 隨便一擠一下 然後就出來了 然後呢之後 你就貼上他的第二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的話 我看他的圖片 我大概知道他就是 比如之前很多人會說 不要擠粉刺 是因為你的毛孔會變大 所以呢他第二個步驟 就是讓你說 你的毛孔再把它合起來 然後呢 但是我自己試用的過程 發現說 他第二次 就是你敷完這個毛孔 合起來之後 他又會再出現 一點點粉刺 這時候你再擠 擠完之後呢 就是非常的乾淨 而且毛孔也不會變大 我是看到 在小紅書上面 一個住在韓國的 算是一個混血 然後他分享的一個 這個東西 然後我後來就去買了 我真的覺得蠻好用 就是大家可以買 這個東西我大概是 兩年前就買了 然後一直還沒有跟你們分享 想說這一次 來跟你們分享這個東西 好各位 再來下一個東西 非常的神奇 但是我是真的覺得 非常的好用 所以想說和你們分享 就是這個 褲子調節器 沒錯 為什麼要和你們分享這個呢 就是因為 有時候綁皮帶 有些褲子其實不太適合綁皮帶 或是有些褲子的前面 他會有一個設計 就是比如說一個什麼 漂亮的扭扣啊什麼的 是不適合綁皮帶的 所以呢今天就來 跟你們分享一下這個 改褲子神器 今天特別穿了一件 會比較大的褲子 來和你們分享 總而言之這個東西呢 就是像這樣子 像這樣一條 然後呢你後面這邊 是可以調節的 所以呢你也不用怕說 你買的大小什麼的 不適合你 然後這時候 你只要像這樣子 像這樣子 穿過來 這樣 每個都穿到一個之後呢 把這邊 這邊它有一個這個扣子 然後你把它扣起來 像這樣 它是保留你 保留你最前面這個地方 不會被 不會被擋住 而且它弄起來其實也是 算是蠻好看的 不會很奇怪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它就是像這樣 也不會到 就是不會看起來很怪 雖然它 剛剛單看的時候 看起來有點醜 但是其實弄上去的時候 其實完全不會 這樣 然後後面就是這樣 也是很正常 然後你這邊都可以調 然後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應該是在網路上面 搜褲子調節 這樣就會有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蠻不錯的 因為有一種 是像別針的那種 但是別針有時候 穿進去褲子的時候 它就是會有一個洞 然後那個洞 可能就不會消失了 所以我覺得我蠻推薦大家買這個 好再來下一個東西 來和你們分享一個彩妝 就是這個 這個我之前 化那個妝的時候 也有跟你們用過 這個是 Too Faced的 Born This Way 然後這個的話 在小紅上面 非常的 怎麼講 有名吧 就是很多人分享 它叫做 消水腫神器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裡面的顏色 因為我已經用了一陣子 我幾乎夏天的時候 每天都是打 就是用這一盤 然後我自己覺得 它的顏色其實也非常適合冬天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它裡面的顏色 我覺得都還算實用 比如說像你今天想要走 比較粉色系妝容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中間這個顏色 你想要走一點棕色 秋天的話 你就可以用一點這種 這種的顏色 然後它有一個深的顏色 可以讓你比如說就是 畫眼線啊 什麼的都非常的適合 然後亮片的話 你們看它有一個最白的這個 可以讓你上亮片 然後這個顏色也可以當作一個打底 然後我自己覺得 你們看這個顏色 我用的蠻多的嘛 這個顏色的話 我自己是拿來畫臥蠶 我覺得拿來畫臥蠶 真的非常的好畫 而且顏色也不會太深 就是我覺得這一盤的話 真的蠻可以買的 就是它各種的顏色 我覺得都有 比較日常的都有 加上它真的非常的消水腫 就是它的顏色你們可以看到 它是比較偏秋天 比較暗色系的 所以你一上上去之後 你就會有一種陰影的效果 你們懂嗎 就是自己製造出來一個陰影的效果 眼皮不會看起來這麼泡 好啦再來下一個東西 這個 大家應該知道吧 其實前一陣子蠻流行的 一次性的洗臉毛巾 然後呢這個是我自己找到一個 非常好用的牌子 我不確定蝦皮有沒有賣 但是大家可以去淘寶賣 它叫做米奈爾 給你們看一下 它的毛巾 其實蠻大顆的 然後這個是一般的 就是它比一般的大顆一點點 這個東西我真的很推薦大家買 就是這種壓縮式洗臉毛巾 除了旅行以外的話 我覺得最大的重點就是比較乾淨吧 就是有時候毛巾可能沒有乾啊 什麼的都會造成你臉上 可能會有一些 就是皮膚的 皮膚的一些傷害 給你們分別看一下好了 你們看 拆開了之後 就是它非常的大 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大 而且 其實拿在手上的話 也會發現它非常的 它非常的有扎實 各位你們看 這個是它的毛巾 它的毛巾就是非常的大張 而且不會破 就是很不容易破 你們看 我這樣已經扯到很用力了 然後呢它才會破 而且就你們知道有點像那種 日本料理店給的那種 擦手的那種毛巾嗎 就是它是有一個厚度在的 不是像一般的獅子巾啊 那樣子的厚度 它是真的 應該看得很明顯吧 你們看 完全是一個不透的一個面 然後但是呢 像它 我剛剛泡了另外一個 它就是像這樣子 薄薄的 像這樣 你們看超級無敵薄的 你們甚至應該都還可以 我都可以看得到鏡頭 我這樣我都可以隔著這個 看得到外面 這個 這個真的要比喻的話 就有點像是 這個是日本料理店的那種 擦手的那種 就是那種 可以重複使用的那種毛巾 這個的話 就有點像是那樣子 撕開來用的那種獅子巾 你們懂嗎 就是它們兩個的差別 所以這種的其實你在擦 你就會覺得 就是沒有在用毛巾的感覺 雖然這個真的比較便宜 但是我覺得這個貴喔 它貴的好 再來最後一個的話 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X防脫妝的那個定妝噴霧 對 這個真的非常的好用 為什麼我會發現它好用的點 就是說 上一次我有拍一個化妝的影片 然後我是用眼線 眼影 其實就是這一盤眼影 來畫眼線 然後呢 就真的 那一天完全沒有掉 但是平常的話 它其實還是會多多少少少會掉 那一天真的完全沒有掉 然後我現在來給大家試一下好了 就是摘一點它這個顏色 然後分別在手上畫一點 我先把這個蓋 我先把這個蓋起來 然後噴一下 在另外一個上面 然後這樣 一個是有噴的 一個是沒有噴的 然後我現在來把它擦掉 然後這個其實我記得也是挺評價的 就是 我那時候只是想說買一罐來試試看 但我沒想到它真的蠻好用的 它上面寫的是16個小時 但是我不知道 我其實也沒有算過 只是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覺得蠻好用的 就是確實是比較不會掉妝 它是算比較偏水狀的那一種 定妝噴霧 然後但是它過了一陣子之後 也會自己乾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會不會黏黏 好 然後現在來擦掉囉 先擦這個沒有噴的 給你們看一下 我這個就是剛剛沾水的那個 那個小毛巾 然後基本上就是沒有 我沒有沾任何的什麼卸妝的產品 然後我現在再來擦一下 另外一個 這個的話基本上已經被我擦掉了 你們可以看得出來吧 這邊是我擦的有點紅紅的 但基本上被我擦掉了 另外一個的話是有噴的 來給大家擦一下 真的就是基本 跟剛剛另外一個比起來 真的用力擦 那基本上還是會有還是會在 當然我不可能說百分之百 它絕對不會掉妝 但是你們看 它基本上還是一個在的情況 對吧 跟另外一個比起來 已經很用力了 應該平常大家不會這樣去擦你的臉吧 好各位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到這裡 今天分享的這幾個好物 希望大家也都能夠去試試看用用看 因為真的都是非常的好用的 然後這個系列我之後一樣還會在拍 所以如果喜歡的話 也要繼續收看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